我们都知道在赤道以外的地球表面都会受到科式效应的影响 但要小心的是科式地上是一种偏向效应 它偏向的角度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小 因为它是用地球自整的角速度去计算的 而地球一整圈360度需要花86400秒去运转 一天下来 所以基本上它的影响必须要运动时间运动距离够长才有 连河中的漩涡都没有办法 包括像我们加里面马桶冲下去的时候 更何况这些音响或者是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车辆 这个时间相对短运动距离也短的都可以忽略 但是如果运动时间超过一天以上 而它的空间范围超到百公里以上 这时候它偏向的效果就可以呈现出来了 所以一般而言我们的海流或盛行风 这些都要考虑到科式效应的影响 所以这边北半球台风会呈现逆时钟旋转 南半球会呈现顺时钟旋转 对低压系统来讲 它的空间范围如果达到一百公里以上的 基本上都需要考虑到科式效应的作用 不管是高压或低压 它的旋转方式 南北半球的差异 这都是跟科式力有关的 这个是有关于科式力比较基本的观念 要记起来